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被反复的康都演会了 虽然时间已经是这样久了了 但是我们还是没有解散 主要的原因就是说 因为这间厂在被它自动关闭了之后 它还有很多的首尾 它需要去解决 需要去撑清楚 所以说我们为了要跟进这样的一个问题 所以说直到目前 我们这个反复的康都演会还没有解散 我们反复的康都演会 我们的斗争目标 我们所要做的东西 我们不是反政府 也不是为了个人的东西 我们基本上我们非反复的康都演会 针对这间亚洲系统的这一场 我们是为了我们子孩子的健康 我们子孙后代的健康 我们的环境不要被污染 我们身体不要被危害 主要的问题 主要的问题我们是摇桌 这样的目的 为了要达到我们这个目标 我们要间接反调 要这间厂关闭掉 所以说在今天我们也很遗憾的 也就听到了彭任州官丹 就已经要设立一间有关于好像 红黎山这样的吸毒厂的一个势力 所以说我们从我们的经验 以及我们所得到的东西 我希望我们彭任州的人民 以及附近居民能够间接的起来 反对建厂的势力 虽然他有工作给我们做 有国家能够在这方面 在可以得到某一些上的那个利益 而且外汇 但是它根本是总的来讲 它是我要我们马来西亚的人民 我们的国家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在社会的代价来去的成本 我觉得这是我们是不罚算的 我们应该去接这样的一个厂的势力 同时他已经讲 他为什么会在马来西亚来生产 主要他是说 我们马来西亚给他12年的优惠 所以他才来我们马来西亚生产 这样的一种吸毒 但是他吸毒生产得到的东西好的 他们就移老回澳洲老回去 但是实际我们受危害的就是 我们的国土 我们的环境 我们的土壤被污染 就好像我们的红绿山 目前就是因为要解决 这个永久马路潮的问题 一直到今天都还没有完全的解决 所以说我们应该吸取这样的经验 我们也希望政府尤其是首相拉吉 应该宣布这样的一个建厂 不应该在马来西亚任何地方撕利 他呢他取出他是欺骗我们居民 用处没有危害低水平 不非对居民的健康有危害 他是很安全的 这些来欺骗我们 我相信在肯恩也是用这样的方法 这样的手段 来说服 想说服我们广大的人民群众 但是我相信 从我们的经验来讲 这次没有办法破坏的一个 是谁一般的知识 必然会对我们那一代的居民 环境 健康 污染 水源 是肯定的 可能就是那一代 可能就是尤其是光丹的居民 能够组织起来 坚决抗议到底 我们也完全认同今天 那个吴金环的那个态力所说的 坚决反对这场的势力 我们完全同意 我们也赞同 也支持 我希望其他的各个社团 各个政党都应该表达这样的意愿 给政府知道 关于那个埋竹潮 目前他们还正在处理 永久埋竹潮的那个建筑工程 所以说这个除了这个建筑工程 如果完成了 估计它的那个完成的时间 是在2014年 那么2014年就是说完成了这个工程 它第一个那个埋竹潮 还有第二个那个埋竹潮 完成了之后 它有两年的那个监 监视那个工程的安全 是否两年的时间 作为它的预计 如果没有问题了之后 就是说那个308成就在2016年 正式将这个永久埋竹潮 交给我们毗里州政府保管 以后就是由政府来管理和维修 或者那个测量这个工作 所以当有这个永久埋竹潮 它就将于192016年的时候 就是说整个工程完结 而且是没有问题了之后 就它就交 那个308成就将这个永久埋竹潮 交给我们毗里州政府去接管 以后的质人所有的后果 就由毗里州政府去布置 台湾 需要维修 水岩 在为咱们看到了 要不要付出 预计 这就是 我会以后的 我会想看